电影《手机2》的开拍,掀开了崔永元诺顿娱乐圈的序幕,在《手机2》中是演五月的范冰冰最先被调查,10月份调查结果公布,范冰冰受到了8.84亿的行政处罚,演五月我很开心,变成了演五月是噩梦一场。 要知道,崔永元针对的并非是范冰冰一个人,世间导火索就是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振云,崔永元认为当年的手机一,影哲他本人作风有问题,曾多次明确提出抗议,不过此后崔永元和冯小刚已经握手言和,想不到的是,手机2再次开拍,令崔永元忍无可忍,战火一发而不可收。 虽然崔永元一再爆料,但手机2依旧如约杀青,冯小刚还公开发文时问崔永元,文中称自己之所以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正面影战,是因为一直专注于拍电影,冯小刚很比犀利,不过他似乎并未占据,舆论高地,各种传闻分踏而至,之后冯小刚曾一度现身美国,参加外国有人的聚会,就在本月初,崔永元发文表示, 但是冯小刚已经返回国内,至于回来做什么,就不得而知了。 虽然如此,冯小刚参演的电影《江湖儿女》中,却剪掉了他的戏份,导演家张科谈及此事诸多无奈,一言拿尽。 就在近日,又有认证为某投资公司董事长,知名财经博主的家微网友爆料着,冯小刚被罚20亿,还非常有信心的说,这条微博可以转发500次。 转发500次是什么概念? 如果是调言,转发500次就构成诽谤罪。 截图显示,目前的转发数已经超过500次,很多媒体也跟进了此传闻的报道。 11月19日凌晨,该网友再次发文,我说的就是大导演,冯小刚,20亿。 他还派出一份收到的未关注网友,发给他的信息截图,读起来触目惊心,信不信打S你,我们出手很重的,还嫌他在19月前删除微博,否则后果自负,就在前阵子。 还有媒体报道着,目前冯小刚的身家至少20亿,如果传闻是真,那么这笔罚款,对于冯小刚而言也不是小数目。 对此,冯小刚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,倒是一位认证为某媒体总的大V转发,并辟有,20亿数字绝对是假的。 这位叫做凯雷的粉丝数50多万,认证信息显示如下,如果从粉丝数和大V宣传来看,这位叫做凯雷的说法,应该更有信服力。 但是在没有官宣公布之前,任何传闻都可能是谣言,吃瓜群众还是不要盲目转发和吃瓜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